多崇高或者你相信什么东西 你相信的其实还是血肉之躯 就是你旁边那些教育 它可以适时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给你私益元首 你要什么它给什么 你在教会里面 你只要愿意付出劳力的话 你吃喝都没有问题 你没地方住 教会都会给你安排的地方住 但是你必须要去 要出外谋生赚钱 然后他会再 你再去找其他地方 简单讲就是教会是一个 心灵跟生活的一个避难所 所以你说这样子的宗教 还有人不信吗 那那些所谓的诈骗集团 那个东西 就是只有求而没有给 所以那根本离宗教 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这个部分 但是有很多人信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捐钱 这个助纣为虐等等的 但是我刚刚讲的教会是正当的 你可以想想看 这么多种种族的人 聚集在那边 那能够共同语言就是Jesus 还有就是Hallelujah 然后就是Amen 就这些是同德之外 他们讲的语言 有的人讲西班牙语 拉丁语 墨西哥语 印度语 但他们照样能够在 在一个 在一个屋顶下面 在一个教会里面 一个屋顶下面 共同和乐的相处 和乐的共同分享食物 共同分享生活 乃至于分享一切 这就是一个教会 所以我刚刚讲说 杨猪跟墨家 你用这个来角度下去看 墨家就是一个不分等差 我刚刚讲说 我现在不随便救人 我都间接的 你现在怎么样 你如果碰到人家路导 受伤 你现在怎么样 OK 我马上就打电话 119叫救护车来 第二个 你现在不要动 如果在烈日下面 我就拿衣服挡着太阳 不要让它晒晕过去 或者地下太烫伤 我会用间接的方式保护它 但是我不会接触它 因为你接触它之后 刚刚讲过 很多的羊猪的那套会出现 法律问题 可能你 你就不是百花从中过 偏夜不沾身了 可能你会惹祸上身 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些方式 因为你没有碰到它身体 所以不会有那些纠葛 但是你仍然达到了 救它一命的 的目的 这就是我的 这个变体式的 莫加做法 救人一命 胜造气急浮沓 以上跟各位分享 闲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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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